小胖子知道家庭电路中有两条进户线 分别是火线和零线 要想在家里使用用电器 一般都会用到插座 一些比较小的用电器 比如电吹风用的插座是双孔的 左边这个孔连到零线上 右边这个孔连到火线上 这就是左灵右火 插座一般都这么连 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 插上插头 电吹风就可以工作了 但一些体积较大的用电器 比如洗衣机 它用的插座是三孔的 下面这两个孔还是左灵右火 那上面这个孔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当用电器体积比较大时 外壳很容易搭上火线 发生漏电 本来电流是这么流的 从火线流入洗衣机 再流回零线 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外壳 那可就糟了 外壳和火线相连 人的脚踩在地上 由于火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是220V 那电流就会通过人体流向大地 这不就触电了吗 所以为了保证人体安全 用电器的外壳和插头最上面这根导线相连 通过插座和导线连到室外的大地上 用电器的外壳是一端 整片大地连在一起是另一端 所以人体和这一部分并连 人体电阻大 导线电阻小 这样一来 即使外壳漏电 导线也能够分流 电流主要通过这根导线流入大地 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了 这种连法叫做接地 对应的第三根线叫做地线 室外的大地我们一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所以插座的连法 只要记住左邻右火上接地就好了 对于一个用电器来说 光有插头和插座还不够 还需要有开关 如果有一个灯泡 开关应该怎么接呢 太简单了 开关和灯泡串联 这么接不就完事了 嗯 这可不对 家庭电路可不是实验中的电路 需要考虑安全问题 你想啊 假如灯泡坏了 要换一下灯泡 肯定先把开关断开 那换灯泡应该就安全了吧 如果这么接 灯泡和火线相连 一波小心碰到了这根导线 不就相当于直接捏着火线了吗 火线跟大地之间 点压是220V 嘿嘿 这可就触电了 所以开关一定要接在灯泡和火线之间 这样一来 断开开关 即使你在换灯泡时 摸到了这根导线 也只不过是碰了一下灵线而已 灵线和大地之间没有点压 所以并不会触电 总结一下 家庭电路中插座的连法是 左灵右火上接地 开关需要和用电器串联 接在它和火线之间 家庭电路的连法 你学坏了吗 呵呵